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我们来介绍一下布局限制类容器 那么所谓的布局限制类容器就是 它是用来限制它的子容器的 限制它的子元素的 它并不是控制自身的 那么我们之前实际上用过一个叫做Sized Box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Sized Box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这个Sized Box 那么它需要这个宽高 但实际上并不是控制它自身 而是控制它的子元素 比如说我们来找一个400乘200像素的 那么这是宽200高400 但是它控制不是它自己 控制的是它子元素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写container 然后container我不设定宽高 我只设定什么呢 只是设定一个背景色 那么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 现在能看到虽然这个紫盒子 这个红盒子 我并没有设定宽高 但实际上它已经被这个Sized Box 给设定上了 那么这个Sized Box就是用来设定 谁的呀 设定child 设定child 那么这个Sized Box非常简单 我们就不特意介绍了 那么我们要介绍的一个东西 叫做Constraint Box Constraint Box 这面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onstraint Box 那么这个时候 它这个Constraint Box 它有一个重要的属性 叫什么 叫Constraint 那么我们这时候需要控制一下 那么它叫做Box Constraint 然后这里面它可以使用这个Expand Expand Expand代表它默认天中 它整个剩余空间 能有多大就有多大 然后这个时候 我可以写一个child 在这可以写个child 然后还是一个container 那我可以写一个 还是一个红颜色吧 那么我们看现在这个现象 它填满了整个剩余空间 那么之所以能填满整个剩余空间 就是由这个Expand 这个属性来控制 加上一个 注释填满剩余空间 这个非常好 是吧 有时候无论你剩余区有多大 我全能给你填满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其他属性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呢 可以自己来定义一个Box 那可以自己来定义一个Box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这个minwise 比如说最小宽度 最小宽度可以设定100 然后可以设定一个最小高度200 那这样我们就定义了一个盒子 它的最小宽度是100 乘200的 100乘200的 那么当然我们这里面需要点击 重新运行一下 那么之所以它填满空间是因为什么呢 我最小宽度和最小高度设定了 但最大没设定 对吧 最大没设定 那么我可以再设定一下最大的 我可以设定一个max 我可以设定一个max 我可以让最大是200 那么也可以设定一个max height 那么300 这样能看到我最大是多少啊 最大是200乘300 那么为什么它有min max min max 也就说我的子元素有可能也有自己的宽高 比如说我的子元素可能这个宽度非常大 宽度可能是400 宽度可能是400 但是呢 它最最终会多大呢 最终宽度还是200 为什么 因为我上面限制它max wise是200 那么虽然子元素是设定了400 但是它不会生效的 它不会生效的 那么当然如果说只想让它宽度是10 可不可以呢 也不可以 因为最小宽度是100 那么如果说我宽度想设成1也是不现实的 因为我设定了一个这个min wise是100 所以当我这个子元素设定宽度的时候 它还会被它的这个constrained box 这个属性来进行限制 它里面有最大和最小的宽度 最大最小的高度 那么如果说我想让它一个方向填满 怎么办 是不是也非常简单啊 我可以这么来写 你可以写min wise 然后呢 这里面写上一个double 点infinity 那这样最小宽度它就是无限大 最小宽度就无限大 那这个意味着它就是横向填满 横向填满 非常简单是吧 我们的这个限制的布局容器就两个 一个叫sized box 那么sized box 相当于它就设定一个具体的框高 然后另外一个叫constrained box constrained box 那么constrained box它是可以定一个范围 可以定一个min max 是吧 最小最大 那么当然如果说我们想在某一个方向填满的话 可以使用这样的min wise加上double infinity这样的组合来填满某一个方向 那么关于这个限制类布局容器 我们就先讲到这